今天是11月11日,星期五 未看港股之前,先看看美股 昨晚公布的CPR數字是7.7% 通脹開始有下行趨勢 美股立即大幅度上升,市場亢奮 因為大家憧憬聯儲局明年一季後 可能不單止不會加息,可能還會減息 相對現在聯邦基金利率是3.75至4厘 說真的,通脹還是7.7% 所以我不覺得儲局會太快減息 相反來說,12月份加完一次息之後 聯邦基金利率可能要去到4.25至4.5厘 但相對7.7%的通脹仍然有些距離 所以可能這次高息時間會比較長 並不如市場的預期,儲局很快會掉頭減息 我覺得市場是有些過分的亢奮 不過無奈,資金從來都找借口去炒作 稻徑斯指數昨晚升了1,201點 收在33,715點 納指率升了760點,收在11,1114點 受到美股大幅度上升所刺激 說股夜期,恒指夜期,都是一個明顯的上升 事實上11元運直到現在的分裝 形態仍然是先低後高 指數暫時是由1號的低位14,859 升到7號的高位16,821 沒錯,5日之內升到1,960點 是比較粗,所以稍微消化是很正常 不過這個消化和回吐 只要指數不跌穿20和10天線 整個反彈的勢頭是沒有變度的 例如好像昨天這樣 指數先低220點到16,138點 之後輾轉反覆跌到15,945點 這一刻跌了413點 但沒有觸及20天線 事實上20天線一直都在15,900點左右 換句話來說,技術上的市 只是急升後一個匯套和消化感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 市仍然有機會進步向上找今個月的新高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今個月是先低後高 指數是由1號的低位14,859 升到7號的高位16,821 重點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五個交易點之內 我早前已經做了好多次的分析指出 如果1號是今個月的低位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 高位應該是月中到下旬的時間才出來 我不理你是去到多少 反正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會相隔大概八到十個交易點 不應該在五個交易點之內出現 儘管看看今年的指數 能否公過16,821 但即使能夠做到 都只是技術上反彈市的延續 不是新的升浪的開始 所以大家任何部署 真的要做好少少風險管理 好像過去三天成交金額都是千億 昨天更加千億都沒有 在這樣的動力之下 大市要引入成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或者新升浪 我覺得這個條件是不對的 是符合不到的 很簡單說 即是說你當反彈市這樣 跟下風細細處炒壞無相過 輸贏都大概是兩三千元 最重要是絕本就拿回手就可以了 高盛今天有著衍生工具和大家分享 說的是立子的坡率10525 行使價是10350到期日是2023年3月17日 這隻10525的坡率是所有坡率當中 是最高槓桿的其中之一隻 說真的 立子暫時來說 這個跌幅最低是1088點 昨晚雖然有大幅度的上升 上萬111114點 但始終大家要謹記一件事 現在的通脹仍然是7.7 而元邦基金利率暫時是3.75至4 就算12月加多半厘 都是4.25至4.5 始終還有一個差距在 所以聯儲局未必會太快調頭減息 好了 早的分析我就說到這裏 要休息一下 請問一下 讓我去打開 會嗎 你呢 好嗎 這裏 會嗎 是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